上一期视频社长给大家看了 重座后白起的出场动画 小伙伴们也是纷纷留言说 比之前帅多了 并且认同社长的看法 新版的白起建模 很像新世纪福音战士 但是还有一部分小伙伴说 像石克兰 只能说你这个脑洞真的是大 那么今天新版白起的技能特效 已经是官宣出来了 与此同时社长还得到了一个 非常好的消息 就是安卓区的玩家 可以迁移到苹果区了 那么下面我们就来看看 都是怎么回事吧 首先咱们来说一下 网者要转平台的事情 虽然网者要苹果平台的玩家 和安卓平台的玩家 可以一起玩游戏 但是大家的数据 都是被分开纯属在两大平台的 这就导致很多小伙伴 没有办法更换手机 比较你的网者账号 可能要比你的手机还要贵 而在近日 天明悄悄推出了一个新功能 叫做角色迁移 不过这个功能目前还没有开放 只是放出了入口 这个功能大概的用处就是 安卓平台的玩家 可以将自己的角色数据 迁移到苹果平台 迁移的数据包括 你的角色 英雄 皮肤 和名闻等等 不过它上面写了 还有部分数据不可迁移 但是没关系 对于我们来说 上面那些重要数据 可以迁移过去 就完全可以了 当然这个迁移也是要收费的 价格是19.9元 可以说是非常划算的 大家都可以接受 而社长觉得这个功能 应该在不久后就会开启 至于玩家们关心的 苹果转安卓 相信也会实现的 那么下面咱们再来看看 新版白起的技能特效 新版的白起 去掉蓝条改成了暗影之力 新版的一技能 改成了蓄力释放 可以蓄力两次 回血依然存在 并且蓄力的时间越久 伤害就会越高 而二技能跟之前差不多 只是稍微改动点 守护的动作 不过配合起 这个新配色的建模来看 真的是非常帅气 改动最大的 就是这个大招的特效动画了 单凭这个起跳动作 社长就要给它满分 截至社长结稿的时候 体验服的白起 依然没有上架 不过相信用不了几天 我们就可以在体验服中 体验到这个新版的白起了 好了以上就是 本期视频所有的内容了 那么小伙伴们 你们的网者号价值 超过了你的手机价值了吗